定就止 使心注于一尽而不散乱 这是世尊在经教里头 常常说的 智行一处 无私不搬 一般凡夫 心都是散乱的 佛门里面礼尽用合掌 合掌就是代表一心 是个指头代表散乱 把散乱的心归印 所以长要平 当中不要空 空就分散了 就分成两边了 一定要合成一个 代表一心 一心是最固执 没有杂念 这都是属于 不要法 不要定 不要一心不乱 先住在一个境界上 再进走 尤其在现在这个时代 必须什么都重要 那就是住在阿弥陀佛 这一句名号是 就像中风禅死 在信念法寺里面 教给我们的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心里面除阿弥陀佛之外 全放下 让心定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力量就大了 它的效果是什么 效果能够与佛的愿力相应 也就是说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能够加持我们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实际上 佛力加持是普遍的 佛太慈悲了 佛没有分别 对任何人的加持 可是有人 得受用 有人不得受用 不得受用是什么 你没有办法接受 散乱性 这没法接受 如果你是一心 就会接受 看你的心 专一到什么程度 越专一 你感受到的 这个 加持的力量 越强 能帮助你 像前面讲的 得发息 得清安 这是最明显的 感受 得清安